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字之差 天壤之别 是什么让八万多人未知疯狂 私下金块面的面纱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17年8月29日 在上海市普陀区和浦东新区的两个居民区里 出现了一些北方口音的男子 你找的 他们是来自山东省藻庄市的侦察员 在小区里细心的居民会发现 他们在这里有几天了 虽然侦察员们早已锁定嫌疑人 但他们还不能马上动手 赵总学在河南呢 对 他在河南 现在河南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估计半小时之内人能到位 他们抓那个人是跟这边有什么关系 他们抓那个人是整个案子中的一号人物 然后我们这边是后台的主要人物 他们之间联系的最频繁的 然后这边后台 为什么我们这样要放到最后呢 因为我们这边后台一旦停止了工作 以后人物他随时能发现 后台停止工作了 而此时 负责在河南追踪一号犯罪嫌疑人的侦察员 一直驾车跟随着嫌疑车辆 下午2点46分 涉案车辆在河南省赫比市 骑县的一个村庄停下时 侦察人员找到了最佳的抓捕时机 几名身穿便衣的侦察员冲过去 从一辆汽车上带下一名光头男子 让人没想到的是 一名女子尖叫着扑上来 她试图阻止光头男子被带走 她的媳妇和孩子迅速发言过来 然后就进行阻挠 侦察人员迅速将阻挠办案的女子控制住 整个过程也就是10秒左右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进日说法》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 山东省藻庄庄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片段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面对警方的抓捕 男子的家人是极力阻挠 但是警方还是迅速抓捕了犯罪嫌疑人 那么画面中的男子是谁 他到底涉嫌犯了什么罪 事情还得从2017年5、6月份 山东藻庄出现的一个名为 GPL的工作室说起 2017年5月 山东省藻庄市公安局的侦察人员 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名为 精快链智能合约证券的平台 简称GPL 这个网络平台通过发行原始股 吸纳会员加入其中 在藻庄已经有不少人投资了 2017年的5、6月份 我们发现在我们藻庄当地 有人在成立GPL工作室 不断地在吸收这些当地的会员加入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GPL在藻庄迅速发展会员近百人 精彩的过程当中发现 这个平台有入门槛 动态奖 静态奖 种种迹象和特征符合传销的特点 发现这个线索 侦察人员迅速将案件 移交给造庄市公安局金针之盾 接到这个案件线头之后 我们理解就阻止人员进行了处查 在网上 侦察人员搜集到大量 精快链智能合约证券的相关资料 其中发现一个宣传视频 看全球贸易 风云变换 谁助臣服 论金融各界 泰山围斗 谁是英雄 在这个宣传片中 警方得知 GPL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通过宣传精快链智能合约证券 未来在美国上市招揽投资者 从这段视频中 警方掌握了一些重要信息 总事长汪哲敏 1968年出生于浙江 里面讲了一个叫汪哲敏的人 作为这个GPL合约证券的老板出现 1987年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视频里面陈述汪哲敏 是美国斯坦福大学 计算机工程学院的一个毕业生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我们经过进一步的工作 发现美国斯坦福大学 计算机工程学院 并没有一个这样的毕业生 而新加坡也没有一个名叫 汪哲敏的华生 总统迹象表明 汪哲敏其实就是被GPL 智能合约证券这个平台 包装的一个计算机精英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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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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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马永远 中方想要把这个传销组织彻底清除 他们必须找到这个传销组织的创建者和传销组织运营的总部 那么这些人又隐藏 这些人又隐藏 这些人又隐藏 是平台的幕后老板 警方调取了网站的资金流转信息 很快他们发现 传销组织的会员缴费 全部流向一个叫李立佳的银行账户 然后由这个账户再进行二次分配 通过资金每天流向 就发现了有一个叫陈文元 每天从这个平台里面提取一部分的资金 陈文元1959年出生浙江省粤青市人 陈文元是浙江赏会在上海的一个副会长 同时他是上海明南日南电器有限公司的负担人 这就印证了他在宣传的时候 提到过上海明南日南电器有限公司 这么一个公司做特点的事情 但是这个企业并没有实质性的经营 除了陈文元每天在传销平台提取现金的 还有一个名叫张继国的人 张继国 他是上海清源 比赛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张继国1976年出生 陈文元,陈文元 Prince 陈文元元 41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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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 estabIl舞 Guas单 他每天也从这个平台里面 有资金流向他的账户 我们确定了张继国 也是这个创销平台的一个幕后的老板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所有的钱 谁支配这个钱 谁使用这个钱 他就是这个平台的老板 或者是负责人 通过对网络传销平台的资金往来梳理 GPL又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 还有一个叫疯疯的人 他也每天或者是警察大额的 从利利甲那里账户上向外转签 冯冯 原名冯连强 1974年出生 河南省贺璧市齐县人 他其实就是一个农民 老假是河南贺璧 然后警察躲刺的参加传销租职 作为一个传销租职的骨贯人员 在全国也是非常有名气的 他号称是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副会长 非法传销一直是警方打击的工作重点 很多百姓对非法传销的危害有所了解 但是在这起案件中 冯连强利用自我炮制的反传销外衣 极具欺骗性 自2016年10月GPL传销组织创立 截至2017年8月25日 这个传销组织发展会员 8万7千多个 网络层级183层 这些会员注入的登记 已经超过10亿元了 但是在这个资金春天的账户 就是说在林立甲的账户里面 除此之外 侦察人员还发现 GPL传销组织的资金管理 分两个阶段 能够看出 在2017年5月18号之前 整个传销组织的资金管理 是相当混乱的 当时是由张继国和陈文元 主要的来分配 支配这一部分 就是会员投入的登记 经过侦察 警方很快发现了其中的玄机 原来GPL传销组织 最初成立时并没有冯连强 由于张继国和陈文元 不懂传销运作模式 竟然推荐 他们找到了冯连强 冯连强加盟后认为 GPL仅仅依托陈文元的 上海梅兰日兰电器集团 很容易崩盘 在他的建议下 GPL又在新加坡 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 缜密侦察多日守候 警方发现重要信息 这个人对整个 穿销的注册价格 是最清楚的 连遭变故 警方抓捕行动 一波三折 根据他行走的路线 预判他应该 可能回到老家 撕下金块链的面纱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017年5月18日之前 GPL资金的使用和支配 冯连强没有发言权 作为GPL传销组织的核心人物 冯连强并不甘心 为了能够直接参与支配 传销资金 冯连强提出 由第三方公司来管理资金 这样他们就找到了 之前提到的 在深圳的李立家 他自己建了一个 电台方的支付平台 叫速度通平台 经过他们多少次 找李立家 协赏 把这个穿销的资金 都注入到速度通平台上 自2017年5月19日开始 冯连强 张继国 陈文元等人 通过李立家的数字通 疯狂体现 传销案件 当前在社会上 这个法案比较多 那么老百姓的利益呢 受到的侵害比较大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公安机关 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 充分地保护 广大人民群中的合法权益 这样呢 我们把这些案件 当我们的重要 都作为一号工程 来加大侦破力度 及时破案 为了阻止更多无辜群众 调进陷阱 也为了有效打击犯罪嫌疑人 早庄警方决定 尽快收网 经过近期的 整理整查 我们呢 锁定了 给传销组织的 三名组织领导者 2017年8月25日下午 侦察人员聚集在 经侦支队的会议室里 对这起传销案件的 高级传销人员进行梳理 早庄警方确定 首先抓捕的犯罪嫌疑人 除陈文元 张继国 冯连强外 还有传销公司的 财务人员方方 客服人员周一生 传销骨干成员方宝山 网管人员宋小浩 和为传销公司提供支付 结算业务的李立佳 等等七名GPL的核心成员 我们这次统一行动 是市官局组织了 多警组的联合行动 我这些强调 首先呢 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确保目标显然 我们自信的安全 我们自己认为 类传不二 必须纳着 我们自信的安全 因为要求 对 脅 优优独播 选择 不得 结合 不勇 终 据 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GPL公司为客服周一生的租住地位于浦东新区的川沙镇 经过分析 侦察员们认为GPL传销平台的后台系统应该隐藏在周一生居住的小区里 经过我们了解这个小区内有前后两栋楼的两套不同的房子都是周一生他们租用的 GPL的后台数据对侦办案件至关重要 在实施抓捕前 侦察人员必须搞清楚周一生的办公地点 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周一生的这种后台的操作系统在哪个房间内 这是嫌疑人的情况 对小区周围以及我们所锁定的这两套房子进行了两个整天的摸排 小区周围 小区内部 停车场 包括它的这个房间的出入口前后门 我们都是在不间断地进行了一种守候和摸排 经过两天的工作 警方锁定了周一生的办公地点 而此时 在上海市普陀区对传销公司财务人员方方的摸排也发现了意外情况 买了30号的这个机票 要到这个日北去旅游 按照原定计划 专案主要在8月30日 对上海 深圳 珠海和安徽 博州的10名犯罪嫌疑人同时实施抓捕 这个发现让侦察人员有些纠结 方法呢 它是整个公司的这个财务人员 他负责给陈文元和风连强转账 提现 掌握的这个一些财务数据 如果不能把它同时守望的话 他达到消息之后 有可能潜逃 或者是毁灭一些证据 对整个的案件呢 竟然是不利的 经过深重考虑 专案组决定提前实施抓捕行动 这样呢 我们在指挥部的同意指挥下 决定在8月29号 就是说提前一天 对整个这个财务人员进行集中所 让人没想到的是 行动前夜又一个意外情况出现了 集中抓捕的头一天 28号夜里 陈文元呢 突然离开了上海 而此时 深圳抓捕组在对宋小号和冯连强的抓捕 也进行的不顺利 宋小号在我们到达深圳的当天 正好坐飞机 飞往了西安 冯连强当时在深圳 买了一辆路虎 就驾车上了高速 我们当时就根据他行走的路线 预判他应该可能回到老家 宋小号是网络设计从业人员 案发前期 他在西安接了一单生意 是为一家企业创建网站 2017年8月28日 他从深圳飞到西安 在燕塔区的一家宾馆 他住了下来 这一个人呢 在这个案件当中 也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创建这个创销读者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 就是找的他 返利制度 还有这个人员的这个 称级制度 等一系列的这个 都是在丰丰地踢一下 由他来设计的 这个人对整个穿销的住宅家务 是最清楚的 几个小时后 侦察人员也来到了 陕西省西安市 我们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的周围 也开好了房间 在宋小号入住房间的周边 侦察人员潜伏下来 自从我们到达这个酒店之后 嫌疑人的房间一直亮着灯 就是说 从我们下午到达 然后到凌晨 到凌晨两点 凌晨四五点 他房间一直都亮着灯 但房间里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们就前台核实了一下情况 前台说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嫌疑人正常外出 然后呢 这个 他这个酒店这种智能没耍 能够使这个灯能正常亮 如果宋小号不在宾馆 那他又去了哪呢 他没有回酒店 然后对整个的抓捕行动 可能会造成一些被动 因为技术人员在整个的案件的 证据方面还是比较重要 在宋小号入住的宾馆 侦察人员发现 他的房间一直亮着灯 但里面没有任何动静 宋小号是GPL传销组织的 网络管理人员 整个传销组织 8万多传销人员的数据 都掌握在他手里 侦察员们心里开始打鼓 宋小号会不会是听到风声跑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必将为警方固定证据 打击犯罪带来难度 那么宋小号到底去了哪里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这起案件 感谢收看记忆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 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